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徐骏消息 我国中东部自2009年以来最强持续雨雪冰冻过程已经开始 湖北的西南部到苏晚的中北部 已经出现大雨加雪或雪量超过20毫米 预计3至5日将是本轮雨雪过程最强的 时段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雪 受此影响国家应急广播报道称 今年春运天气十分复杂 90亿人次的返乡部存在不确定和复杂性 此外中央气象台发布冰冻和暴雪双玉井河南 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将迎来洞雨和强降雪交通运输部门 加速除冰除雪多家景区同时宣布暂停开放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